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18天 昨天晚上整理视频折腾到3点多 上午一睁眼已经是10点 小朋友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交作业 昨天吃的烤肉很给力 早上起来大家都不饿 也就不吃早餐了 大约11点多退房出发 今天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去游玩喀拉郡景区 从宾馆出来沿着阿勒热街 也就是汛街一直往外环走 好巧不巧的是 喀拉郡景区因为前两天伊犁暴雨曾临时关闭 今天正好是重新开放的第一天 相比纳拉提和巴雁布鲁克来说 小朋友们对喀拉郡几乎是一无所知 但我之前也一直提醒他们 喀拉郡景区里的景色特别的丰富 而且景区很大很大 咱们今天中午出门 不计到太阳落山都转不完呢 越往城外走 街边的房子反倒越来越鲜艳 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 阳光洒在彩色的房子上 小朋友们说好像走进了卡通世界 六百米号 开道路景区挑战 这个是什么街来的 这是咱住的一道什么街 迅街 迅街 经过彩色房屋 路两边满眼都变成了绿色 走上外环路更是绿树绿草陪伴 绿草地中间还有大片的鲜花 当前道路继续行神医公立 两百米处 两百米处 有规法拍照 两百米处 有规法拍照 你看那小花花漂亮吗 这里的花真是各种各样的 特克斯的夏天真的是让人赏心悦目啊 这里的环境可不是一般的好 关键是能让人的心情都非常的舒畅 沿着外环走一小段很快就来到了特克斯河大桥 特克斯河在蒙古语为野山羊众多的河 它发言于西天山穆扎尔特冰川的北路 全长285公里 由哈萨克斯坦流入我国 向东延伸至昭苏特克斯 又向北穿越伊什格尔克山 之后与右岸支流龚乃斯河会合后成为伊犁河 再向西流至霍尔果斯河 又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 随后再经过峡谷和沙漠 最终注入到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卡什湖 刚走过特克斯河大桥 远远的看到前方路中间有两个数字 好像是78 导航提示我们只走穿过78 这里正好又碰到了检查 检查身份证和行程码 一直往前走就是78团 检查的战士问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回答说去喀拉顿景区 战士听后笑着对我们说 去喀拉顿不用执行 告诉你们一条到卡拉顿景区的捷径 从前面掉头回去 然后在十字路口右转 一直走就好了 那要走的话 比从这边直走要快一些 需要检查吗 到哪儿来着 开拉顿景区的捷径 开拉顿景区的 开拉顿景区的 嗯 开了 后锅里 两个台字 这一个捷径路线 这一个捷径路线 对 嗯 走这 双方圈走 红月灯右轨就快速到前面 啊从这走 好嘞 看那个峡谷那边不开了吗 这是一块大峡谷 喀拉郡 大草原 发海 然后都在那边 都在上面 哦 啊 那就行了 从前面去 发海 喀拉郡 然后就是大峡谷 大峡谷过以后就是冲突在大草原 都在一条道行 好嘞 就是沿那条路一直走就行了 对 旁边的一条路 好的 行 谢谢啊 既然有高人指点 那我们就暂时放弃导航的指引 果然 这边的路面很好 估计应该是新修的766线道 所以导航没有提示 没有推荐 不过唯一不太舒服的就是路有点窄 而且线速40更是让人有点忧伤啊 感觉在路上绕了一大圈 突然看到路边又出现了彩色的村庄 沿街的墙壁上都画了彩色的图画 小朋友们说又走进了一个卡通村啊 估计这里应该是农4078团吧 刚才检查战士给我们指的路 正好绕过78团 虽然距离稍远一点点 但走起来也非常顺畅 走过彩色村庄 路边又出现了一个农产品销售市场 名字为苹果村八卦红农户产品销售点 特克斯的苹果可是非常有名的 路过销售点又看到一个大牌子 花海卡拉郡欢迎您 紧接着透过路边的树木能看到大片大片的花海 五颜六色的在阳光下格外鲜艳 因为接下来计划在那拉提游玩一个花海 所以呢 今天小朋友们在车上看看就好了 那经过花海卡拉郡我们也就不停车了 花海卡拉郡位于特克斯县城去往 卡拉郡景区的必经之路上 从网上查到的地址是 特克斯县乔拉克铁热克镇蒙布拉克村 其实确切的位置并不在蒙布拉克村 而是距离特克斯县城9公里远的766县道旁边 据说花海里有75米长如梦如幻的紫藤长廊 还有95米长的仿佛从彩虹中穿越而来的彩虹华道 另外还有天空之镜玻璃观景台等 让游客在此感受刺激的同时 还可以欣赏到花海不同角度的美景 据说在花海中还有行驶的小火车等娱乐项目 另外在这里每天早上11点和下午6点 还有丰富的文艺演出 而且每天晚上9点半还会有篝火晚会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前来游玩的游客应该会不少的 经过花海再往前就好像要进山了 路面还是非常的平整 这边路上车也少了 走在这条路上有一种从富运去往可可托海的感觉 很快又经过一座小桥 桥下应该就是阔克苏河 阔克苏河位于新疆伊犁是特克斯河的一条支流 接下来我们会一路沿着阔克苏河南下 而且在卡拉郡景区中的阔克苏大峡谷景区 看到的几乎都是扩克苏河带给我们的各种美景器官 来卡拉郡之前就听朋友说 卡拉郡景区很大 把草原峡谷雪山都包括进来了 如果不了解的游客 地图上搜索卡拉郡景区 一般会有两个景区入口 一个是草原那边的布拉克门票站入口 也叫卡拉郡大草原或者卡拉郡北门 另一个则是卡拉郡游客服务中心 如果从特克斯开车过来的话 听朋友的建议我们更倾向于去卡拉郡游客服务中心 因为距离近只有15公里 而且路还很好走 如果去布拉克门票站要28公里 而且后面的路程都是盘旋的山路 正好现在这个岔口 就是去往卡拉郡两个景区入口的岔口 我们要去的是卡拉郡游客中心 所以从此转入162香道 如果去布拉克就直走276香道就好了 转入扩克苏河边的126香道 几只老牛在满油油的柳儿 从岔口到游客中心只有570米的距离 感觉一眨眼就到了景区入口 在这里也要检查身份证 行程码和核酸证明 然后开车进入停车场 今天是卡拉郡重开的第一天 本以为游客会比较多 不过因为特殊的原因 停车场里车辆并不多 还有好多好多的空位 中午11点10分从特克斯宾馆出来 到达卡拉郡游客中心才11点47 还是这边走起来比较轻松顺畅 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卡拉郡游客中心就坐落在扩克苏河边 估计这里应该算是扩克苏河谷的开端了 前面从厨房那儿走 此时我们对在卡拉郡怎么玩仍然还是一无所知 此时我们对在卡拉郡怎么玩仍然还是一无所知 走进游客中心看看吧 最终还是决定买全域的票 来都来了那就都转一遍 不过有一点遗憾的是 今天卡拉郡有一些景点并不开放 买好票减票进入景区 这边算是扩克苏峡谷景区 要先坐整区观光车去往游船码头 很快穿过卡拉郡隧道 来到了库什塔伊游船码头 接下来是乘船游览卡拉郡湖 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到达库尔台码头 从这里上岸还有一个观湖台 然后继续走上台阶到达一个停车场 马上又要坐观光车去往鳄鱼湾 到达鳄鱼湾A站我们下了车 小朋友们说看不到鳄鱼头啊 其实要想看到鳄鱼头 必须要顺着台阶走下去才行 犹豫了一会儿 我还是决定下去看看吧 鳄鱼湾两侧是悬崖 陡峭险峻怪事临巡 灰白色的扩克苏河水在谷底奔流 一头凶猛的鳄鱼在这里伸出河滩 猙獰的俯卧着 迫使浑浊的扩克苏河急转一个大弯 在鳄鱼头上方有两个观景台 走过来可还是不容易啊 你太厉害了 你太厉害了 接下来还要上到山顶才能坐车 看着台阶我感觉还好啊 来新疆半个多月了 身体素质好了很多 步伐还算轻盈 上到山顶有一个玻璃厕所 这里还有一个观光车站是鳄鱼湾B站 很快坐上观光车 接下来要去的就是人体草原和九曲十八湾 卡拉郡的人体草原是一处非常经典的景观 不过想要拍出唯美的画面 还是要在合适的季节 合适的天气下才行 今天人体草原看上去 显得有一点点营养不良啊 人体草原和九曲十八湾是同一座观景台 相比人体草原来说 九曲十八湾的景色看上去要漂亮很多 扩克苏河在峡谷中完全变成了另一番景象 因为我们购买的是全域旅游票 到此 扩克斯大峡谷景区就算转完了 接下来我们又坐上观光车 大约下午四点零八 原路返回到了库尔台所到站 从这里要乘坐缆车跨越库尔带河 上到卡拉郡所到站 然后继续坐观光车前往卡拉丁大草原 草原这边的观光车应该算是大巴车了 从区域上来分的话 现在我们应该是在西卡拉郡景区 一路上都是大草原的景象 在草原的第一站是石泉站 下车跟司机师傅打听了一下 接下来还有鲜花台和猎鹰台两个景点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其他的景点就都不停车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12 小朋友们坐在车上都睡着了 那就不去试全了 直接到下一站 位于东卡拉郡景区的鲜花台 去看五花草店吧 卡拉郡景区实在是太大了 坐观光车走一站都要半个多小时 一路上看到的都是草原牧场的景象 大约5点40我们到达了鲜花台 这里还算稍微热闹一些 这边是典型的卡拉郡草原景象 一条木栈道通向远处的山坡 走上去就是五花草店 不过现在这个季节 好像草原上的小花都已经很少了 走上草坡放眼环望四周 大片大片的草场 来时的公路镶嵌在绿草间 远处似乎还能看到库尔代森林大峡谷 不知不觉在鲜花台又玩了一个小时 下午6点40我们再次坐上观光车 前往卡拉郡景区的最后一站猎鹰台 鲜花台与猎鹰台离得比较近 这次观光车只开了10分钟就到了 没想到这里已经算是卡拉郡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了 下车走到指示牌我们都傻了眼了 这边还有三个观景台 分别是库尔代森林大峡谷观景台 371平面观景台和猎鹰台观景台 关键是每一个观景点距离车站都要2000多米 而且还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方向 去往观景点也没有车了 基本上只能走着过去 小朋友们看着指示牌 最后决定还是去猎鹰台吧 那边好像也能看到花瓣森林 他们心里想的是在猎鹰台能看到老鹰 说走就走吧 我们动身前往猎鹰台 走到中途发现有好多游客都在骑马去往猎鹰台 不过小朋友们倒是不想骑马 他们还是要自己走过去 我们下期再见 一开始走的并不快 不知不觉用了半个小时才到达观点平台 山谷里有好像阴阳脸一样的花斑森林 这样的景观还真是少见 很多游客坐在山坡上休息 顺便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欣赏着绝美的景观 继续沿着一条小路走到峡谷的边缘 景色可以说是微微壮观的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一路走过来真不近呢 看看表已经晚上八点了 赶紧往回走吧 必须要赶上末班车 回程两千多米也是可以骑马的 不过小朋友们还是坚持自己走回去 大概用了25分钟 我们返回到了联营台车站 看看大草原上几乎没有什么游客了 很快观光车启动 很快观光车启动 看看后面还有最后两辆观光车在等待 观光车只能从联营台到 卡莱郡草原布拉克站 这一路上车开得很快 大约半个多小时 晚上九点整 我们到达了布拉克门票站 然后下车抓紧时间坐上 从布拉克门票站到 卡拉郡游客中心的百度车 时间衔接的还是非常好的 9点05百度车启动出发 接下来这一路全是山路 说实在的 如果自己开车 从特格斯来卡拉郡 把车停在卡拉郡游客中心 可能更合适一些 不仅距离特格斯县长更近 而且也能避免走这一段山路 大约晚上9点25 我们终于回到了 卡拉郡游客中心 别看马上就9点半了 但天还大亮呢 小朋友赶紧上车改作业 用了10分钟就改好了作业提交 眼看着天快黑了 没想到今天在卡拉郡玩到这么晚 只能回到特格斯 继续再住一晚了 回程按照导航提示 又把我们带进了78团 没想到导航不认识新修的 766县道 回程又一次把我们带到78数字下穿过 再次走过特格斯河大桥 进入特格斯城 继续住在前一天所住的宾馆 回到宾馆已经快10点了 检查身份证形成码 今天连小朋友们的身份证都要检查 等进入房间已经是10点16 小朋友们都饿了 还想要吃羊肉串 我打开地图看了看 有一家老牌烤肉 据说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店 而且评论还不错 关键价格还便宜 赶紧开车过去看看 烤肉店的菜单特别简单 只有烤肉 烤鸡 烤囊 腰子 等几项 关键是羊肉串才2块5一串 这在全国来说都几乎是最便宜的了 我果断地要了20串 还要了一个烤鸡和一个囊 这一顿烤肉吃得很过瘾 小朋友们评价 又便宜又好吃 洗血洗血 如果喜欢你胡萝卜皮 慢点吃 带你们直接用筷子加 吃完牛 吃完牛 都可以加着吃 能也可以 我要等它亮一亮 吃完烤肉还不到12点 继续在特克斯八卦城里开车转 去好日子超市看看 但已经关门了 好日子超市在新疆很多地方都有 也算是比较大的一家连锁超市吧 等到半夜12点一过 一环中心可以走车了 回到宾馆 小朋友们还很精神 打开电视看着动画片 不知不觉 到了半夜1点半 看看太极眼摩天轮 好像上马拉发条一样 还在不停地旋转 来到特克斯 今天游玩了卡拉郡 其实还有一个我特别想去的地方 那就是穷库石台村 不过很遗憾 那边路远 要去的话 还要再多一天的时间 现在情况很不乐观呢 虽然暂时在伊犁还算安全 但不保证其他地区能顺利出入 明天还是按计划继续赶路吧 今天在卡拉郡 虽然看起来比较匆忙 但小朋友们也还算是大开了眼界 玩完卡拉郡 对我们接下来的行程 也有了一些影响 那卡拉郡 到底给人什么样的绝美的感受呢 咱们下期积聚吧 同一个旅程 不同的主张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 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